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文萌柔隨著整個爭議越來越白熱化的情況裡面 其實我們也看到 投機客暫時沒有辦法立即把我們趕出文萌柔 然後政府也拋出了公辦都更的可能 然後試圖整合這個社區更大的公益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看起來文萌柔好像有一些生機了 但是其實我們也同時看到的是 里長跟建商還有投機客 三方因為要捍衛自己的利益 而更急切地形成利益同盟 試著要合理把日春還有這些歷史文化 趕出文萌柔的古蹟裡面 現在他們的古蹟都做導覽 過去就是都 以前 早期的時候 早期的時候 都很辛苦 家庭也很辛苦 就是出來做新工作者出來探家 人家說這樣探家 就不會建設 跟牌子那麼大 探家那麼多錢 我就是當時來 汙民被取勢 我們工作就是跟環轉跟社會合理 就是跟牌子來 趁水平做十八年前 趁水平做市長的時候 去費衝 要走出社會 走出社會 走出社會 走出社會的時候 也是一樣 會說阿姨支持你 有的就是 阿姨不建設 去費貸貸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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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在古蹟裡面 會思路哀樂 會過去 人都不知道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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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這個東西 我在那裡 有兩個人在那裡 有的老師 外國的教師 有的什麼作業 什麼滷文 都來找到 是不是這個古蹟很重要 這個古蹟的存在 就是由他的貸貸 跟他的意義 就是這樣來 我去學校演講 也說 阿姨啊 加油就是你 我是感到很欣慰 我是感到說 無名其事 有慢慢的被抹掉 這是做古 沒有存在這個古蹟的意義 跟隔壞 好 謝謝你 我本身在我們樓裡面 有敘述了自己 對於對新巴林 以及在 中央的在 親密關係上的一個困難 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 在外面 如果 都不去面對 也不講 就算我講了 那也會被外面的人質疑說 你有這個需求嗎 你有這個能力嗎 可是在我們樓的這個空間裡面 談論性 是被平等對待 而且 是被 認同跟理解 那 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包括阿姨 他們也認為 他們所有的人 都應該有一個性需求 那 我覺得應該 而現在的方式 都是用一個 感覺很正義 可是其實是很虛偽的 一個方式在對待 如果 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是一個 所謂現在標榜 自由進步的一個 國家 那我覺得 他不應該是用一個 產足的方式 來變成古蹟 而是要想辦法 怎麼樣把這個 古蹟的文化大志 真正的傳承 給我們的下一代才對 不管是捐贈出來 或是賣回 給市政府 或是賣回給市民大眾 你都 這都是讓這個 這個古蹟好好的發展 更好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反對 投機客 拿古蹟朝地提 我們希望 這個古蹟收歸公有 反投機客樓大古蹟 反投機大樓大古蹟 反投機大樓大古蹟 將我們忙忙收歸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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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幫忙 真正的 最終的 好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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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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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